今天 時令的烏魚五星級的料理 有請兩位師傅 阿吉思和吳秉承師傅 歡迎 大概兩星期 這次吃到了兩星期 好肥美喔 然後在右邊呢 是他的烏魚標 魚標 跟烏魚子 阿吉思 是 現在丟席 我們就把烏魚成為今天 五星級的料理主食菜 是的 為我們帶來的菜名叫做 雙東烏魚嗆米粉 雙東烏魚 一個新鮮的冬瓜 一個鹽漬的冬瓜 這道菜我不放鹽巴 它的雙東是兩種冬瓜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冬瓜 先用一些辣湯的去煮 這邊已經煮到化掉了 煮成辣湯是不是 對 那等一下我要拿來打薑 請開始吧 好的 直接用香油喔 放下去 好肥喔 小心啊 沒有耶 沒有 不會封耶 不會封 他看到你不敢封了 那這邊旁邊 我下一兩片的薑片 老薑嗎 這個也要嗎 跟我差不多 不老不嫩 這個分開來嗎 還是一起 對 差點把最好的 沒事 好 放進來 好好的帶它 好 那就拿著這樣子 左三圈右三圈的 滿滿耶 好厚喔 千萬不能弄三圈 左三圈 右三圈 對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好 那再來程哥 好 我這邊有滾水 滾水 這個滾水當中 我把衛生給放進來 這樣用小火就一直這樣就好 對 那現在衛生翻開以後 我把這個米粉放進來 怎樣 不用怕這樣啦 直接翻 沒有啦 你就這樣 你真的會做菜嗎 那我會了 那我會了 為什麼不像會做菜的樣子 不是 因為沒有做過這個 那原來是這樣那麼簡單 滾90秒 一分半的時間把它撈起來 撈起來完了以後呢 我們用傳統的模式 鍋蓋去蓋一下 燜一下 讓它比較Q 油鍋殘留了 再把米粉下來 擺一半 翻炒一下 讓它吸附一點油 就這樣子 好 鍋子也洗乾淨 下來以後把火關掉 就這樣蓋著就行了 門 對 給我三分鐘 我給你一輩子的幸福 OK 好 怎麼好意思 來 那我們帶著回來好不好 好的 來 準備請 那邊 我秉承師傅 何秀卿姐 來 你的二廚 盡量要求她什麼都會做 OK 她剛剛總管就是說 放心好 今天有我在 完了 現在的烏魚料理叫什麼 烏金魚酥羹 烏魚的部分 我今天選的是公的 所以它有標在 對 那這個已經去掉 有特別跟選公有什麼差別嗎 母的部分其實它的整個營養 跟它的整個會比較瘦一點 因為被那個卵去做吸收 公的部分它會比較旺盛一點 所以它比較有聰明一點 所以其實公的部分 它的肉感的質感也會比較好 是 公和母的肉質不同 對 我已經用了一點雞高湯 拿包一點白蘿蔔 白蘿蔔 現在目前讓它去熬湯 這邊有些蒜頭 調和油就可以了嗎 一般的調和油就可以了 我覺得就一個湯水的比例 這大概只有一小盤 這樣對湯的味道有幫助 等一下 會有幫助 要剝它嗎 要剝它 就是我們的扁魚片 扁魚片 不用泡過 不用泡過 它乾的 它需要 我們正常在做 它會把整片去炸乾 炸完之後 酥酥脆脆的再來米 那我現在直接把它炒進來 油會很高 小心 快黃了 黃了 好 來 像這個 顏色變深 來 直接撥過來 它一定要頂到這個香氣之後 它呈現的味道才會足夠 這些油的部分我會留下來 然後這邊就把它倒進來 漂亮 好 這邊的部分 這個湯就不一樣 有那個扁魚會這麼香 好 這個頭跟骨頭部分 我就放進來了 因為它過新鮮 我就不需要再去過油炸 去增加香氣 所以我這個進來煮 它本身又有一個 清甜的這個魚湯的味道 魚湯 魚真的很厲害耶 等一下我會醃一點紅橘 然後再來就是去 紅橘啊 紅橘 然後香粉 五香粉 要醃 你要它這麼滾的嗎 我現在滾就是讓它 變得有點白湯 白湯 有耶 開始白了 香溫 開始轉白 它鯪魚的味道特別重 對 所以我現在蓋著去燜它 好 那這邊 紅橘醬 五香粉 紅橘醬 對 我放醬多 兩大匙 醬油 這麼一點點 不要太多 這裡面越鹹 你的蛋白質它流失越多 就越硬越柴 然後 紅橘 它鹹的密度比 它會把食材的水分冰過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香油 好 這邊你就可以先抓 其實都沒有放很多 就是只有紅橘跟五香粉 多一點而已 其他都還好 都是一點點 所以有一點點 紅燒麻 紅橘醬 對 太白粉 味道都弄勻了以後 才能加些粉 固在肉上面 對 然後再來就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地瓜粉 地瓜粉 地瓜粉進來 真的像做鰻魚酥根那樣 你覺得 對 地瓜粉會特別的酥 然後我抓完之後 像這樣子 你要放在你的盤子上 你一定要放到浸汁 讓它整個用反紅出來 這些的粉才會裹上去 不然你再怎麼做 你也就是說要它的粉 完全受潮 對 這個真的運用得很 我們一會再回來 差不多了 有試吃了嗎 來 這邊請 這個呢 就是剛剛撈出來以後 裡面有一點點味噌的 一個淡淡的香味 可是要 那就拿這個米粉呢 先直接就這樣子吃就可以了 我們試吃米粉 我吃嗎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要喝這個 那我們那麼輕幹嘛啦 反正都要喝 輕總題數啊 來 乾杯 來 粉紅色食瓜 來 謝謝 好好喝喔 謝謝 謝謝 真的要喝光啊 不來對不對 好期待喔 一口 一口 燜 不要咕嚕 你們真的用苦的耶 很香耶 而且它有淡淡的香氣 它不是那種很重 可是 它有淡淡的香氣 對 就是剛剛在鍋裡這樣 撈一撈 清淡的蛋 清淡的蛋 然後吃起來會很香 你還可以吃到米粉 原來的那個質感 非常好吃耶 我可不可以喝口湯好苦 對 你是在度假的啊 對 這邊的二廚是誰 要不可以收 我 把這個白胡椒粒放進來 我要它的香氣 那麼不適合用胡椒粉 胡椒粉下去就會變辣的 那我這樣子呢 香氣就上來了 上來以後 那這一個 這個烏魚呢 這一邊有味噌醬煙味 這一邊是清淡的 那麼就貼在這上面 就乾煎 環切再把它那個口 肚子那邊給封起來 對 因為你不供起來的話 一熟了以後它會撐開 來 給我 謝謝 好大天喔 好 那接著下來 正方姐來 麻煩你冬瓜 放到調理機裡面 來 對 好 謝謝 那這個魚鏢放下去 魚鏢 對 魚鏢一起打 魚鏢一起打 一起打 這個功能有一點像 我們之前有一個節目 我把基佛打成薑有沒有 有 完全是這麼一個邏輯 好 來 加鈣 什麼時候 他自己會停 他自己會停喔 他自己會停喔 這棉花好好做 他很清爽 那這樣好了嗎 好了 可以 起鍋 好 全部啊 全部還不夠咧 還不夠 還不夠啊 好濃郁啊 冬瓜水 好 來 黃金血 黃金血 好補喔 真的好補喔 好 大家看這鹹冬瓜 今天這鹹冬瓜 這樣就調味了 這樣子就完成調味的動作了 魚鏡 好 好了 吳秉晨師傅也有試吃了 是不是 現燙 這是什麼 它肚子 肚子旁邊這個最好吃 它的薄薄的那個 然後這邊有一點 就是帶那個長的刺 這就是現燙的新鮮度 跟這個這一塊 也都是胸口這一塊 吃這個讚 好香 有刺喔 小心喔 有刺 它刺好大隻喔 對啊 人家這隨便煮煮就這麼好吃 它 它不隨便煮 它不隨便煮 這是用感情的 隨便煮煮 這個湯 真的好煎喔 這個湯 你那個蒜的味道真濃郁耶 我很少吃魚的耶 可是這個魚又要讓我吃肉 很Q的 很Q的 很Q耶 剛剛那個 回去忙 那誰 包姐 回去忙 快回去忙了 你們真的那個酒非凡的 帶回去 帶去吃 肉呢 不建議炸太久 也不建議太高溫 因為上頭都是有帶醬 帶色的 帶高溫會變黑了 不好看 對 很美 你在一些有些店裡面的 紅燒肉有沒有 紅燒肉 紅燒肉 氣泡變大了 這時候我會把它拿出來 放在旁邊 讓它靜置一下 它靜置的時候 裡面就開始再熟成 滴油 好 這邊要做根湯 所以這邊糖的部分會下進來 還會放糖喔 這做菜的原理好奇妙 好好玩 醬油 很有意思 等一下再下進來 然後調色用 來個胡椒粉 調色帶香氣的 這湯要喝你們才曉得 剛才我們的 剛才我們的感動是真的 哇 對不對 孫雲姐 對 而且我們吃成那樣 好羨慕喔 我們只要有吃到 等於就是贏了 這一桌兩個真微麵 還有小鍋 小蓋子 只要小鍋就好 長酥 這個要炸這個五秒的皮 這聲音好好聽喔 炸過再炸 再搶酥 回炸它會比較酥是不是 外面會比較酥酥一點 外面會比較酥酥 現在把果關掉 那個也要炸嗎 油泡 這不用調味喔 不需要 它等於像豆腐一樣 用油泡 真的耶 它好像豆腐喔 天啊 魚彪是不是很容易熟 很容易熟啊 它這還沒有完全熟啊 沒有完全熟 可是它上面是不是有一層油 它現在目前還慢慢鎖進去 不濃耶 還沒 還沒 我用的是地瓜粉 薄薄的 對 然後蛋的部分 把蛋放進來 然後不要去動它 它就會有 它就會有雲彩的形狀出來 對 慢慢的熟 鍋煎魚酥跟完成 完成 完成了耶 有沒有 還慢慢熟 好 好 第一次組裝 來這邊請 漂亮 這邊已經到了9分5的一個 完成度了 那我現在鍋子裡面 再下一點點的香油 那這一個呢 這個是九層塔跟香菜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 蒜苗 蒜苗豬末呢 簡單的炒香一下 我們都還沒有吃到魚肉 跟烏魚子 等一下 整個烏魚子 它是很鬆很綿的 這樣 是當時放在這裡 就好 好 每一個地方是這樣 好 來 我來 見個距離說好 見個距離說好 好 好 來 那現在弄完了以後 我這個湯水呢 就是剛剛的原汁原味 我不動 然後就往上淋 好的 好 謝謝 這種濃湯我好喜歡 雙冬烏魚嗆米粉 拉出這個罩子湯 完 紅毛絲 好好吃的是那個 天啊 這個魚卵吃起來 這好像是黃金蛋 溫泉蛋一樣 對 它的烏魚不要燉烏魚子 對 它它的烏魚標 把它打成薑了以後 全部都吸在這個米粉裡面 好厲害 我沒有這樣吃過烏魚子 這樣子才吃得巧 這米粉太好吃了 跟那個湯吸了那個湯 它肉掌控的熟度 肉掌控的熟度也很棒 本身烏魚的熟度 掌控得非常好 包括嫩度也好 香氣也好 那很巧妙的就是 它整體的這個湯汁的部分 濃鮮 烏魚子的這個軟的部分 外面你吃到那個魚卵本身 還有一點顆粒感的口感 裡面是滑順的 所以其實你在吃過的 你會發現到 這是頑童不同層次的口感 跟不同層次的一個味 你就吃起來就覺得很特別 對 你今天沒吃到 你應該很少吃 應該沒有辦法再吃到 像這樣子的方式的 因為這種在外面 你看不到這樣子的組裝 跟這種料理的技巧方式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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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出來了 突然出來了 它的魚標像像豬腦 魚標像豬腦 像豬腦 像豬腦又像龍骨髓 好好吃 好好吃 怎麼好吃吧 很濃 它這個炸得酥酥脆脆 然後更顯得 裡面的非常地嫩 也沒有吃有非常地酥脆之外 其實我覺得像魚標的部分 你在吃的時候 因為師傅剛剛之前再下去 還有先炸過一次 才進到湯裡面 所以在吃的時候 你就那個腥味是沒有的 你不會覺得害怕 那反而是像阿基師說的 他很像在吃那種龍骨髓 新鮮的本來就沒有腥味 超級好吃 阿基師怎麼說 這個技法做得相當到位 如果它魚標沒弄過的話 其實烏魚有一點的油耗味 油耗味 對 很多一些 一般民間的民眾 百姓的 不大喜歡去碰它 不好處理 對 不好處理 所以你要真的把它 放到檯面上來 拱成一個很高檔的一些 高檔料理 確實是不容易的 你只要菜單上面 出現烏魚兩個字 人家看都不看 是喔 對 這麼不討喜的魚肉 對 不討喜的魚肉 因為有一股味道 你不會弄的時候 會很脆脆的 對 紅肉魚的關係 對 就紅肉那一塊部分 對 它那個雞鴻組織 都是想找到 hostaging 下一雞鴻組織 健身 妳要 可以 昂山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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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